Omicron進入第四波疫情 流感疫情到現在還在升溫 感染科醫師黃立民表示 自家醫院感染科醫師都感染 新冠已經嚴重流行 擔心免疫負債造成流感延遲 雙重感染疾病嚴重度 恐怕會增加百分之三十 只是數字沒有給你看到 重症可能也沒抓到 上週新冠病發症通報 每日平均新增一百五十四例 比前一週上升百分之三十三 五月開始本土病發症 累計兩千零二十二例 XBB成為本土主流病毒株 醫師黃高斌表示 醫院新冠增加幅度大約百分之三十四 現在重點是自我保護 盡量戴口罩 公共交通工具 密閉場所還是要戴 至少維持到五月底 那也就是說包含就是流感的病毒 或者是新冠的病人 不只新冠及流感要注意 根據機關書統計 腸病毒就醫人數逐漸攀升 基隆有一家三口都感染腸病毒 六月恐怕會迎來腸病毒高峰期 腸病毒量一天應該差不多 五到十個應該有 都滿痛苦的 一般來講都發高燒 醫師警告腸病毒七一型 病發重症只需要三天 傳染力長達三個月 平時防護接種疫苗是關鍵 家長一定要特別注意 記者余聖前王一仲 台北報導